另外带你看到是全球暖化 让各国似乎想要决战北极 就是因为北极圈这里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甚至兵融化了以后呢 也有利于世界海运的新航道开辟 最后则是因为各国都看上这里的一个军事作战地位了 好 我们首先带你看到美国的部分 川普呢之前就多次的喊话 想要买格林兰 甚至呢现在美国的一个第二舰队 也直接呢就在冰岛来驻冰 那俄罗斯方面呢也不甘示弱 就在今天的消息是俄罗斯的国防部宣布了 2022年前要在北极圈内来设置飞弹防御系统 而且启用的可是俄罗斯目前现在最新一代的雷达 不但技术是当今最先进 而且功率是全世界最大 甚至探测的距离也比这个美国还要强 已经胜过美国目前正在使用的一个雷达系统 同时呢也会扩充这个核动力破冰的一个船队 那我们来看到其实俄罗斯呢不只是自己部署 甚至川普也宣布了 已经呢跟中国讲好了 要来帮助中国来建立飞弹的预警系统 好事实上我们提到这个飞弹的一个预警系统呢 从冷战以来就有美国以及俄罗斯这两个国家拥有这个弹道的飞弹预警系统 我们带您看到美国拥有的是爱国者以及萨德 那另外在俄罗斯的部分是S300以及S400 那中国的部分呢其实原本是没有的 那我们看到呢这三个国家目前现在射程的就以美国最远 因为呢是涵盖了800公里 那目前大陆的一个飞弹防御系统呢 是以俄罗斯的这个S300防空飞弹 以及更先进的S400为主了 那现在呢在中国的部分也想要搭配自己发展的一个长城 红旗9的防空飞弹构成主要的一个防御网 那事实上我们提到了中国大陆这几年以来呢 在这方面的一个发展其实也是很明显的加快了脚步 有不少新概念的武器系统也纷纷出现 我们举例来说我们看到这十一国庆才刚刚过去嘛 那同时也有一款最新的武器亮相咯 这是东风时期超高音速的一个导弹 那其实这是反映着中国在高超音速飞行器的一个技术发展 讲到这个厉害的是什么呢 是它的速度了因为呢是音速的五倍以上 算一算也大概是时速大约6174公里 真的非常的快 而最重要的是呢这个高超音速的导弹的弹道 是很难以被预测的 事实上传统的一个导弹呢 其实啊当然飞行就是抛物线的飞行 所以比较容易被对手给发现或者是预测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高超音速的导弹轨迹 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打水漂一样 它会反反复复的来进出这个大气层 所以现有的一个防导的一个系统根本就是束手无策 它会反复的 进出啊 neighborhood 因为 VR P